大家好,我是吳仔 大家好,我是OK仔 這一節跟大家說一下給家用的開心事 是啦 如果大家有父母也要給家用 有些人說不用的,有錢的那些 那當然啦,爸爸還給你零用錢 不是啦 我從小到大最想做富二代 可惜可惜 是啦 不是每個人都這麼好命的 這個世界 不是啦 有原生家庭要養的 大家有壓力,你有壓力,我有壓力 今天說一下給家用的問題 請大家給個like支持我們廣播吧 厲害了 有個18歲的年輕人 一出來找工作做,已經找24000 撈什麼嗎? 不知要撈什麼呢? 撈臉嗎? 不說他撈什麼也好 竟然跟家人吵架 怎樣去計算家用的工價呢? 這個是一個很有趣的話題 養得起爸爸媽媽 我在網上看到原來有一個計算機 家用計算機 怎樣計算? 什麼人情計算機 各樣那樣 應該怎樣計算呢? 跟大家一起研究一下 究竟用什麼方法去計算呢? 之前其實有一個數字 家用的工界在香港 6000元 6000元的中位數 即6000元就是家用的中位數 是的 你給多給少 給多 多還是少 多過6000還是少過6000 我爸爸是從來不收我家用的 我給他也不收 我這樣給家用的 又在這裡說 我用基金給家用的 我一筆錢買到基金上 那基金每個月生息 丟給我 幸好你講後面這一句 有人說 你只是扔錢給他就算數 後面生息 生息 生息 我養老母是錢生錢養老母的 不用自己拿錢養老母的 那個錢的基金都是寫我的名字的 有什麼事都是我的 到時那塊錢都是這樣的 或者多了 不是有些人就說 現在這個什麼環境 還給家用自己也養不成 自己也養不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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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講了很多失業 那倒是 這件事當然 那怎麼辦 不用吃嗎 我們拆開幾件事 你看 我自己也沒得吃 那怎麼辦 大家就抱著死 這樣 會不會這樣 不是吧 當然 沒有人用翻譯工 當然 但不是 新的那批就炒了 即是康泰失業那些 康泰不要說 那你沒辦法 地產那些又炒了 這些特殊例子 你看到很多行業都說 紛紛財源 感覺上真的經濟不景 我們先用一個正常的看法 不要說一開始 一人衝出來 第一時間就說 我自己也沒什麼做 我自己也養不成自己 怎麼可以養到家人 對不對 這個世代沒有辦法 有些人又說 是這樣的 我賺得少 我賺得九千多 一萬多元 有很多 還說到 你一看《下流上車族》 就知道 有說過一開始 什麼 強行將自己的薪資降低 是嗎 為了上車上公屋 排公屋 《下流上車族》 有這個劇情嗎 一開始有 有說的 《下流上車族》 我記得 然後 其實這件事 不只是電視劇 其實在香港一直都在說這件事 很多人 想千方八計 兩夫妻也好 想辦法 去低收入 上了公屋先 剛才我們說到 這個六千 當然 這個六千 是用中位數去計的 是吧 有人就說 因為是用每個行業的 收入的中位數做比例 而說到是三分之一 就是這個行業的三分之一 大概 如果你六千 扔基金 一百萬 一百萬有七千多 一百萬左右 那就可以有 大概七千元 基金每個月三番息 就養老爸 當然 有人就說 如果我有一百萬 我三分鐘就拿去做首期 我還未上車 低能的負債 不是有些人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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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經常說 我們人生 香港人一出來的那種重要任務 我沒有說 你說而已 不是是我說 就是這樣說 我的投資是顛覆 顛覆所有人的體育 就是我有個 我不注意放在那裡 那為什麼不租出去 不要緊 我不會負債 怎麼會呢 你放在那裡過月供 我說我供 我用基金來供 我是打和的 我用錢是用到 已經是跟Ivan Sir賺錢 他教我很多東西 是顛覆所有人的想法 不是 他們都是那一句 有人就說 我們這些所謂的貧富大眾 自己賺錢 都未必夠頂三餐的時候 你怎麼把這六千元出來 當然 家家有本《難典的經》 我明白 你說 你剛才跟你這樣說 扔一百萬出來 把那些顏色給家人 那些人 哪有一百萬啊 我連第一個一百萬都沒有 講條毛嗎 不是 我跟有錢的人說 香港真的很多人很有錢 當然 我最近認識了一個人 有六層樓 是 不是 香港人 應該這樣說 有錢就有一批 是嗎 有錢的那些人 都是五十歲以上 是啊 現在的年輕人 如果講家用 一定是講年輕人 那當然了 難道你叫五十歲 很老實 五十歲 如果跟你說 有五、六層樓 他根本都不是在想 給多少家用的問題 如果他上有高堂的時候 還是 上有高堂 你喜歡吃什麼 你問我拿吧 是嗎 隨時 隨時那塊錢 他每個月 生出來的那些錢 都已經 隨便找一份 撕出來 都已經夠老人家吃了 都不是跟你算這條家用數 但是 這位十八歲的香港男士 說一下 真的 他月入兩萬多 十八歲 剛剛出來工作 已經月入兩萬多了 比起很多香港人 出來打工幾十年 那些 分分鐘月入還要高 做什麼 那我們看看 這個人有沒有說他做什麼 我不知道他做什麼 可能他本身 讀的那些 是不是很專業 沒有說 十八歲還沒不見 他不是的 他是這樣 他說他自己 回家做兩份 十八歲出來做兩份工 這個人家 人工加起來 兩萬四 那就不用理他做什麼 那你就兩份工 是不是 有些兩份工 找得兩萬四這麼少 那你看人家做什麼 有時候 可能 過分副業是part time 可能他 做車手 送外賣 是不是 你不要理人家 總之正行 他找到 兩萬四 十八歲來講 真的像我們所說 算勤力了 這麼辛苦 有些十八歲 工都不做 做選擇 在家裡 探大隻手 問回家人拿錢 拿什麼 你問我拿家用 我問你拿家用 大哥 是不是 我只要你養 那些十八歲的年輕人 是不是 好了 那 見他出來做事 找得到 有相當之 可以的收入 家人就跟他說 每個月 把三千元拿出來 做家用 可以嗎 吃我的 住我的 洗我的 十幾個百分比 三千元 我覺得不是 那些交稅也要 十幾個百分比 我覺得三千元 如果你跟家人一起住 你當是媽媽 煮飯給你 或者做很多古靈精龜 不是說做很多古靈精龜 總之 你家裡 所有日常開支 都是用家裡的時候 我覺得 你給家用也是合理的 當然 有人說 我找得少 那你找得少 還是找得少 因為你自己交回水電煤 對吧 這件事你自己計算而已 好 當然 他竟然 不想給家用 他是不是很大小呢 有人說 可能他開支很大 我們不知道 十八歲 你有什麼開支 你是不是立刻上樓 供樓 還是怎樣 我們看看這位哥仔 是怎樣 他這樣 他說 他家人 除了想要他給三千元之外 更想著儲錢 考車牌 買車 哎呀 真是 未上到車才買一部車 買一部車 威威吃雞 當然 我不知道他住什麼 即居住環境 或者家裡的環境是怎樣 去到這個位置 對吧 但是十八歲 你說 喂 你要捱兩份工 接著就 養一部車 今次養一部車 考車牌養一部車 考車牌 你說貴不貴呢 其實是不貴的 按照你不薪受用的 即是你去到死那一刻 你也有用的 車牌 對吧 有些人就駕車賺吃 那他的車牌是 有一個幫助你生錢的工具 其中一個工具 更加有人會說 不是的 我學習多個技能 出去 叫做旅行 自駕遊 日本自駕遊 接下來我通關了 自駕遊 拿國際牌 可以出去玩 都可以一個享受 所以你說 儲錢考車牌的部分 我覺得沒問題 萬多元 我猜他 我不知道他能不能一剔 那這就是他自己的問題 我不知道他儲多少錢 他說要買 買車 我不知道他買的那部什麼車 Tesla 幾十萬的 好了 我年輕人可能要買一些 是不是品牌 大品牌 大牌子 日本車不修 日本車也不便宜 日本車也不便宜 日本車更貴 歐洲車 在說二手車 那我當你 歐洲便宜的 入門 比較 到處都是那些 六七元 即是六七萬 好了 你買一部車 其實老實說 這些東西 幫不了你找到什麼 吃的 我覺得 從燒錢的 只有燒錢的角度 你行的 油車 入油又要錢 正所謂 買車容易 養車難 你還要停車場 我猜他 住市區 九龍區 新界區 不是住村屋 住屋村 行行停車場 都要三千多元 那你 喂 只是說這個位置 家人叫你給三千元家用 你寧願 給 車 養他 放在停車場 我都不讓家人養你自己買床位 在家人叫他買床位 這樣算 這樣也不肯 為什麼 這個位置真的很奇怪 奇怪 在網上 就著這個問題 叫人 有什麼辦法 應不應該給 家人問你拿三千元家用 結果有三千多個網民 一致認為 他要給家用 有一千個網民 就認為 不需要給 第一件事 有網民問 這位樓主 即是這位年輕人 為什麼你要報自己 找多少給家人知道 你覺得 你要隱瞞收入 好 哦 到這個位置 我覺得 其實他們本身家人有些錢 怎麼這麼說 原來這個年輕人 在親戚公司工作 所以他媽媽知道他找多少 本身家人 親戚 又做生意 自己又在他那裡打工 那你找多少 找多少 找多少 絕對知道 有人說 隱瞞是否好事 我覺得隱瞞 為什麼要隱瞞 是這麼多 是這麼多 你為什麼 怕死 有些人特意 找少 還要講大些少 給家人聽 怕 爸爸媽媽擔心 他 糟了 兒子 或者女兒 你找得這麼少 怎麼夠吃的 有些反過來 對 有些反過來 什麼事呢 就是說 沒有的 沒有的 你找這麼少錢 不要給家人 不用給家用 對 有些家人是這樣的 反過來 因為擔心你自己不夠吃 不夠花 老人家 或者叫做 上一代 他們自己有些錢 或者他們自己有收入 可以幫忙 但是 他現在 看到這個數字出來 那麼多人都叫你給家用 為什麼呢 為什麼呢 覺得是不是有責任 有很多人就說 既然你住在家裡 幫保家裡也很正常 是不是 你出去 你只是給租 都不止 是不是 是啊 怎樣 不要緊 你給交租 剛才他說買車 養車位 我也說了 你養車位也三千多元 沒有辦法 你連車位也 養得起 你連屋租不肯交的時候 那又怎麼搞呢 這件事 沒有辦法 這件事 我覺得是個人的考慮 來的 很多網民都跟我一樣的看法 你停車場也不止三千 你既然 三千元也不想給你 就連車也不應該玩 對吧 因為你每個月開支 養車的那一部分 都不止這個數 到這個時候 可能 一件事就是 你這傢伙 是不是想 縮骨 縮骨數 想想縮骨數 因為 算數而已 你當他賺二萬四五元 當他 買了一部車回來 考上車牌 養一部車 開支三千多 這是月租 緊局 排費燃縮 我不知道他買一部二手車 排費又不便宜 燃縮 又不便宜 你還要入油 新排P排仔 你一定經常開車出去 入油 還有額外開支 不小心 開花碰撞 被人弄一張牛肉桿 等等 這些東西 預見可以要跌很大塊錢 一個月 有人說 那我不是經常開車 我是假日司機 假日司機 不要浪費這些錢 去到這個時候 不如先儲一下錢 會不會更好呢 很多人就罵他 就罵他 你不應該這樣做 你應該是練 你應該要付 但是 有人就留意到他 這位 港男 18歲 港男 他說 我不給家用的原因 就是覺得 家人還出來做事 還在賺錢 還賺得多過我很多 好了 這件事 有網民就罵他 那你不用退休嗎 你家人也會退休的 那他們那塊錢 都會拿來退休的 到時候你有什麼東家豆腐 你知道他 有錢幫你嗎 是不是 那你真的有什麼事 起碼有錢 旁一身吧 當然 就著這件事 我相信 就有很多人 哈哈 就在這裡研究了 這個位置 有很多人就會兩看 第一件事就是說 既然他們家人賺這麼多錢 這三千元 這三千元 只是意識形態 不給也沒什麼所謂 他家人的家人 出來做事 他又不是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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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男生賺兩萬四 他說他家人賺得多很多 那我當他賺多一雙吧 父母每人賺五萬元一個月 家人的家庭收入超過十多萬元一個月 你說家人給三千元 可以嗎 沒關係 有人說 那三千元 可能是家人幫你存储 你以為 當然 幫他洗掉 家人有開支 幾千元轉頭就沒有了 是 因為有人覺得 既然他家人有收入 還要高過這隻小孩那麼多 高過這個十八歲年輕人那麼多 這樣問他拿錢覺得很像 甚至乎給家養可免職的可以就不需要了 因為在這個環境 叫你把小孩帶回袋子更好 那為何每個月多三千元? 你買多兩隻玩具嗎? 那個年輕人就說了 有人就罵他了 反過來就說 因為你打算縮骨射撈什麼肚子 你拿那三千元就打算給自己消遣 是的 又說買車、供車、學車 這輛車不是你玩的 幾千元都拿不到出來你就走吧 所以有人就這樣說 所以我也覺得 你知道駕駛車這件事嗎? 是的 我上網看到有網民說 有一件事很可笑 他上班 最初是乘搭公共交通工具 打算學人出一部車 駕駛車上班 駕駛了不久才發現有很多東西 什麼事呢? 就是說 貴過乘巴士五倍 還要上班下班 多浪費三十分鐘 不知道嗎? 拍車嘛 有些人覺得 不是的 駕駛車快很多的 真的 像是看國人的 真的 這些是18歲 先說好了 就告訴你 你不要想著認 當然我明白 你沒有車牌 開車 然後有車牌 考了車牌 開車 出車 帶女生到處玩 上飛鵝山 搓搓搓 很過癮 很過癮 到你入郵的時候 你就知後悔了 到你每期要交驗疏 交牌費的時候 你就明白 那個道理 好了 我們看看究竟現實是怎樣 有位網民說一下 他說他開車上班的經驗 他說竟然 不是人人都適合駕駛的 他說 都是乘巴士 算了 就算了 究竟什麼事 我們給大家看看 他說這樣的 是這樣的 第一次開車上班 完全沒有想像中那麼爽 叫做 一早還沒睡醒 就出門口 泊車 又要走15分鐘才回到公司 下班 又要走15分鐘 日拍95元 稅到來回又10元 還要未及有錢 是啊 疲費很大 那些年輕人很大 開頭想著很威風 你看看我開車上班 你就知閉藝了 有段時間 我之前也想著 怎麼這麼早開工 我就早起床開工 當時在將軍澳開工 那 關卡吧 不如出一部車 又這麼晚收工 試過12點才下班 晚上 走到直跡 這樣 失陪都下班了 是不是 不如自己開車 開工上班 不然可以多睡幾個小時 有人在那裡計算這些數 我自己有時候想過 想著想著 不是啊 喂 我沒有定拍 公司沒有定拍 我拍街隨時牛肉乾 那期還要抄襪 我真的 早五晚三張 真的早五晚三張 那時候看著 哇 真的上午一張 下午一張 下午一張 計過那條數 我抄牌比停車場還貴 那停車場又是一個開支 那你想著就是方便自己 那 到最後最後想著想著想著 不是啊 嘩 駕駛 我不如坐的士 種花酸 我坐的士 我不累那天可以坐回室 好 累那天坐的士 還有彈性 是吧 那 計算這條數 好像又賺鬼一些 有人就說 那你也要看看你上班的地段 那你觀塘 你真的不用再想了 駕駛 搭車也辛苦 何況你駕駛 塞到你媽媽不認得你 不知道什麼時候才可以回到家 那這位哥仔 他說 我也是乘巴士上班 來回不用二十元 還可以睡覺 最重要的是 下班可以去哪就去哪 不用你 沽車 那 真的 養車是一個 有趣的話題 你開車出去 在香港 你去一些 沒有停車 沒有咪咪錶的地方 你根本都不知道怎麼搞 博 博 博 好運 你停車一場 你又要等 拿車 是拿車的方便 駕駛有什麼好 我就覺得 如果你真的像山卡拉的地方 每一次都要出 去到無雷工這麼遠買東西 有一部車去幫你什麼 是OK的 那你說不是 市區的 經常都是那句 你坐車比你駕駛更快 當然有人就說 看你這傢伙 這樣的情況 早就叫你坐巴士 開車 這位哥仔就說 想不到 給你開口吧 還中 變成金石良言 其實也是 開車皮費都很重 有人說 日拍 95元 是很划算的 我也覺得 還可以 日拍 可能都隨時 十個小時 十二個小時 那你自己計算數 多少錢一個小時 當然 有人就說 香港現在 養車很貴 因為油價貴 油價貴 停車場租貴 這些都是很辛苦 如果你還要看看 什麼車 你買什麼車 那些T T TESLA TESLA 或者 BENZ 歐洲的車 ό 就是特利 meg 也ng 亦是一個大負擔 既然是這樣,有人就說 唉,你買車本身就是買私人空間 是不是? 整部車這麼像 有首歌 又是說,駕駛完車 通常為什麼會喜歡在家裡 即是不回家住呢? 在一個停車場裡,孤零零的坐在那裡 聽一下哥哥,那個時刻就是你自己 男人的浪漫 怎麼都好,駕駛這件事我自己覺得 即是你見到,那種開支批費這麼大 這位香港男子,18歲,港男 他縮數也好,什麼都好 這個呢,家用,我覺得他可以給的 除非你說家人 即是對到去都不給,都不要 當然,有人就覺得 你現在最好的方法 建議這個網民 是怎樣呢? 你不給家用 要不就搬出去住 此其一 其二 要不就是怎樣呢? 全數都拿給你媽媽 給你媽媽 這樣 是不是真的呢? 厲害 講到這個港男 最後把自己全副身家交給他媽媽 沒錢吃飯就問他拿五個水 他說他媽媽到時候會買一部四十萬的車 給他 算吧 哥仔 你真的 四十萬是什麼車呢? 歐洲車 是嗎? 想起去餵 媽媽幫你儲 儲完之後拿一塊錢幫你賣 是不是? 然後 你看 新車 Tesla 還是Benz 不知道啊 不要管什麼車都好 他也是拿來餵 18歲也是很物質 是不是? 如果你媽媽買一部四十萬的車給你 不如叫你媽媽買一部四百萬的樓給你 更好 是不是? 到時候不用煩這些東西 當然啦 大家也在圍繞這個問題 其實出來工作也很辛苦 每個人都很辛苦 等同 你又說 公理MPM 很差啊 對呀 這個時候 留在前旁的身上更好 不知道大家 對這些 叫做給家用的問題 是怎麼看呢? 搬了出去住 有些人說 搬了出去住 不給都是了解的 因為 都要養自己 租 開支很大 自己得牛火納自己一部分 那家人又有自己家人一部分 當然 你要看看家人本身是租樓 還是自己扭 那你說自己扭的 那開支 那一定開支 沒有你這麼大 你自己 家人有一間房子 那你自己搬了出去住 那你自己的肥費 比家人更大 那可能就說 唉 可能略略啦 著情啦 給一點點啦 有些人甚至乎 找到很多的時候 那你說 我不給的 或者家人都不 見你這麼辛苦 都不收了 那這是另一個話題 但是你說不是的 年輕人 小小 你還沒出去住 還沒有一番成功的事業的時候 你自己就在家裡 依賴住家人 是不是 一元都不給 又好像 講不過去的 當然啦 給不給也好 這些就是各下的 家家有本難念的經 不過 如果你說我不給家用 純粹是為了我吃喝玩樂 又好像講不過去的 那今集分享到這裡 下一節再講 Bye